- 廣ハ 我這次進駐的作品主要就是有兩篇 所以它的主題叫做徘環與其他暫停的故事 就是其實就是關於一個想要 我想要記錄一些可能會即將消逝 或是在現在台灣的社會沒有這麼主流 或是這麼多人重視的主題 那這兩篇的漫畫作品 一篇是跟孟甲的青山宮的繞境有關 然後另外一篇則是跟那種占卜不怪有關 那其實雖然會提到就是不論是宗教文化或是一些民俗信仰 他們這兩點都在我的漫畫作品來說 他們都像是一個點綴或是背景式的主題 而我想要做的這兩篇漫畫 它比較像是在講述一個人跟人之間的那種 不論是衝突或誤會帶來的故事 那一次其實就抱持了一種觀光客的心態 想說聽一聽然後跟著那種老闆老師 聽著當地的一些可能比較在地的一些可能 早年的一些可能幫派的或是一些宮廟或是怎樣 或是看著一些比較或者看著一些影視一些陣頭 那一次對我來說像是有點像是你萬物會有一個開頭 然後那開頭會讓你開始想要做研究或是開始想要更深入 對一個其實沒有那麼近距離跟著那種陣頭 跟著一些老師們看過體驗的人來說 那一次其實還滿驚訝的 因為你會發現很多你不熟悉的事物 可是它其實一直都在那邊 而當你開始看了它之後 你會開始思考說 他們為什麼會用這種角度來保留某一些傳統 那你用他們的角度來說 來思考的時候 你會開始思考說 那這個東西他們這麼重視的東西 這麼在乎的東西 是不是有他們想要保留的事物 那如果我可以用我的方式來把它們去說看看的話 那也許會有另外一種可以保留的可能 創作真的是一條不歸路 非常辛苦的一條不歸路 然後到目前為止就是 因為每一次畫畫或寫劇本或幹嘛 其實你就是又痛且快樂的創作者 創作就很像是 你一開始就是你覺得 好像有個很棒的想法 可是等到你在過程中 你會不斷有拉扯 因為你可能一開始你會懷疑說 我這樣的做法是好的嗎? 我這樣的呈現方式是OK的創意嗎? 還是只是就是說 這樣子其實別人看不出來 因為其實有很多的問題解釋 創作者可能在創作的過程中 他會對自己有一些質疑 所以我會覺得說你在創作中 你會有那種痛且快樂事 你的過程中 你會發現到自己有不足的地方 然後那個不足的地方 可能會讓你想要成長 可是人就是說你在每一次 你發現你要成長的時候 你會覺得自己 好像蠻不好的 沒有這麼好 有點爛 那這個過程中就會讓你蠻痛苦的 那至於快樂的點是在於 可能一樣是你挑戰完成了一個里程碑 然後那個里程碑 會讓你覺得說 我好像比昨天的我更好的一點 這裡對我來說算是一個就是 轉換我自己從插畫 開始畫漫畫的一個工作環境 因為我這一次還蠻 蠻喜歡那種就是我在某個點 某個空間我就是做某個事情 那在這裡我就是 我自己就是 從我自己講說 我在這邊就是盡量 就是以創作漫畫為主 所以我在這邊的時候 我覺得我進到這個環境的時候 看到其他組他們也都在做漫畫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那我也是要進入到這種環境 跟情境的狀況下 對 所以我覺得這裡還蠻不錯的刺激感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